我们在这创业的五年也其实见证着它的发展 然后也看到了很多的不同的可能性 比如说我们种菜的 可能我们养猪也可以很赚钱 我们做一个娃娃机也可以很赚钱 其实它的那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香港青年梁立芬谈起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心得十分感慨 2016年他在香港的大学毕业以后 和几个小伙伴一起选择前往江门创业 当时三个人只凑够了一万元港币 那就是不够也花完了 然后江门政府就给了我们一个 就是他们叫市长机动基金 让我们可以延续我们的研究的那个过程 梁立芬和他的创业团队开展的是 鱼菜共生循环农业项目 在江门市创业扶持政策的支持下 他的团队共申请四项国家发明专利 三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填补了华南地区鱼菜共生 技术基础应用数据的空白 建立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系统 其实它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 就是我们把东西都标准化之后 我们的一个生产模式是可以控制的 那可以控制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将来的一些收入 或者是一些预期是可以被预计到 对于选择在江门创业 梁立芬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在江门这边可能它有就是土地跟人力的优势 在香港那边我们可能就是在拿融资啊 或者是拿一些idea的时候 在香港会有优势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利用 就是湾区里面不同城市的一些特质去发展 如今梁立芬创业团队的鱼菜共生项目 已获超千万投资 产品在大湾区内众多城市热销 他期望未来这里将建成中国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鱼菜共生工厂化生产基地 我觉得主要是感想吧 就是不要怕别人笑你 不要怕别人会质疑你 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 它有那个发展的空间 一定要坚持下去 一切的不可能都会变成有可能